他在拖泳池邊 抹一下水 拖一拖 突然間他就看泳池 遲底的黑色東西 他說 這是什麼來的 今天 那些黑色東西在遲底中間 慢慢浮一下 浮一下 浮一下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鬼同你ROGEE 信不信由你 歡迎大家收看游靈開始 是我阿Ken 和拍檔 Colin 和大家見面的 在開始之前 記得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 要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每個星期上來弄一弄 還記得逢星期一 凌晨令時 收聽我們本地台的4.2號台 游靈開始 Comcast 193 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叫做 水鬼星成王 即是解說那些人上位了 但水鬼究竟是抹泥的呢 通常不得這麼說 在水裡面死去的人 靈魂就走不到 就會被鎖在水裡面 就是成為水鬼 我也有聽過 因為水本身有一個能量 如果在那裡離世的話 有可能就會吸住那些靈魂 因為有很多人在水裡面過身的人 都是叫做死非命 也就是因為意外 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死因 有些人說 你不知道自己的死因 炎洛王是不收來的 所以就有很多所謂的水鬼 傳聞都這麼說 他們想要投胎 可以落地府 又去哪裡都好 首先要找一個替仔櫃 所以很多時候有傳說 在水鬼出現的地方 特別容易有人在那裡浸傷 浸死 為甚麼呢 一個捉一個 一個交替 一個交替 聽這件事 會捉你的腳 然後下去 然後浸傷 抽筋 這件故事 是因為一個網友 提供了一個 在私人會所泳池裏做的救生員 他就發現了一件事 他講完那個故事 他寫了一個故事 我看完之後 就勾起我另一個回憶 當年我有一個朋友 發生在他身上 牽扯到在香港 一個離島區 一個很出名的 度假屋燒燦自殺 幾個聖地的一個海灘 這個是隨後話 我稍後再講 我先講這個網友提供的故事 因為我覺得挺有趣 因為他們也應該想起 當年我住在深水埗區 那邊 我小時候 那裡附近 唯一一個泳池 就在叫李隻屋村 有一個叫李隻屋游泳池 李隻屋游泳池 是的 當年因為頻頻發生 小朋友淹親的意外 而且有幾個特徵 淹親的小朋友 腳部都有一些手指痕 開始有些街坊 街坊當然很迷信 很多傳言 哎呀肯定是水鬼 找替身 最後搞到暗地裡 事後他們找了一些師傅 做一些法事 安撫街坊的心態 當年是很久以前的事 就是循例做一做 安撫百姓 是的 的確很有趣 做完那單法事之後 又再沒有什麼小朋友發生 淹親的事件 心理問題 是 但是沒有人心理 因為不會跟小朋友去那裡淹親 沒有人集體心理 但這是令我勾起一個 這樣的回憶很興奮 這個網友 他就說 比較特別 他在私人回所 都是香港的 香港的私人 一個私人屋院的私人回所 游泳池 當然他不會告訴你 哪個屋院 他就做救生員 因為救生員 未必是長期在一個屋苑 他們會調一下 這期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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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有一次 他調到一個新的屋苑 上手的救生員 交代一些事情給他聽的時候 他就說 凡是晚上 關門之後 千萬不要再給 他有個時間 這裏很硬性規定 這個時間之後 什麼人都不可以進來游泳 為了大家安全好 總之 不要讓人進來 他說得很隱悔 他說 如果你見到泳池有什麼 撈走他 就算了 就不用說給別人聽 有很多這些 很隱悔的提示 對 又說到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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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他就搞定一箱清潔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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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ns 等等,Wattman即是以前的CD機、iPod 我怕有些觀眾不知道是甚麼Wattman 有些三二千,是千歷世代 Wattman是甚麼來的 我們那個年代就很開心,背著通街走 然後他在拖泳池邊,抹下水 拖一拖,他就看泳池那裡 遲下的黑色東西 他問甚麼? 他就在池底中間慢慢地扶一下 一堆黑色的毛髮東西 扶上來,他就拿過網 你知道泳池有些大網 一撈,撈上來 一堆長的英國女性的頭髮 他問問,這麼大扯頭髮? 在泳池撈上來 但他記得今天,Hold Day好像是沒有甚麼女士來游水 就算游都是短頭髮 他印象中,大側毛? 沒有長頭髮 難道身體的毛可以? 還有沒有人,身體有那麼長的毛 他覺得很奇怪 會不會是那些水渠,不知為何泵了出來 他不理會,撈走了 因為他上手跟他說,撈走了就算了 不要理會了 那天晚上,同樣地都是這樣 塞幾本塞的泳池中間,有一堆頭髮浮上來 他很好奇 他有個衝動,想自己銀錢 拿他的化驗所 DNA 是甚麼人的頭髮 是否真的人的頭髮 但他又不想花這些錢 就覺得已經有點邪門了 有一次,他剛剛準備去關門之際 他突然人有三急 他就跑去廁所 回來後 有個女生就跑來游泳 他就覺得 然後女生就說 我心情不好,讓我游一會 我不會阻礙你 總之九點前,我就會離開 那個男生就說 那個救生員就這樣 OK,就坐在那裡,等他游 游游一下 突然間那個女生就叫了 救命 他大一點時間就跳下去 想著他要抽筋 救了那女生上來的時候 他發現前面那裡 很多頭髮浮上來 然後他看一看那女生 他問他做甚麼事 他抽筋了 他說,又要扯著我的腳 又要扯著我的腳 然後他拔開頭髮之後 看到那些手指狠在他的腳 在那裡 然後兩個人互相看一看 都知道甚麼 就急著走,關門 這件事,後來驚動了屋邨的高層 主立網發團 就開始提醒,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原來那裡的人 很多都知道這個泳池 是曾經發生過意外 有人在那裡,有個女士在那裡 因為她是滲了 跌低了 跌到水 死了,沒有人知道 後來發現的時候,她已經浮上來 因為剛剛那些救生員走開了 她不知道在前面那裡滲腳 撞到頭,就滾到水 她是過身的 悲劇 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之後,我們繼續分析這個故事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幽靈 開始 有我阿Ken 和Conan 繼續跟大家分享這個泳池的故事 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個說很不開心的女生 其實她也是人 是人,她是人 因為你剛剛說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以為… 因為這個女生是新業主 即是新搬離 所以不知道時間 不知道泳池的過往歷史 剛好她那天原來跟家人 跟伴侶吵架 原來游水發洩一下 誰知道就出事了 於是開始傳染傳染 越來越多街坊 就開始… 就是你知道 一個說起 另一些就說 是呀,我也覺得怪怪的 第二,那些人就是 永遠是這樣的心態 不是呀,我上次在那裡 都覺得有東西拔我 越說越誇張 後來那些人立了業主法庭 那些人就為了安撫大家 最後當然是… 又整場法事了 循例地做一做 但無論如何都好 做完之後 究竟有沒有事情發生呢 因為當事人 即是那位救生員 已經再調去別的屋苑 所以她也不知道 事後究竟打完這場 發事之後 還有沒有事情發生呢 她就不知道了 這個就是… 如果她說完之後 就想起很多這些例子 所謂的水鬼蚊替身 那類的樣子 典型都一定在腳上 是會見到受刺痕 很奇怪 因為我記得多年 我這個朋友 這個朋友就很有趣了 有一次他們一群 我們一群是去縮營 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是未知那件事的 是未知那個地方 有人在燒炭自殺的那些身份 我們那時是… 好像是未發生這些新聞的 我們事後才知道 原來過多禮拜前 就發生了這樣的命案 之前是燒炭自殺 後期就成為那裡聖地 很多人就走到那裡燒炭自殺 那裡附近有一個海灘 當年有很多傳聞 我後來也聽說 有些人說去那裡游泳 尤其是晚上 千萬不要在夜晚游泳 你永遠會見到一些有個長髮的女生 突然出去在沙徒走 你跟她聊天時 她就會跟她打招呼 轉著臉不見了她 她就會見到她在海中心 在海中心裡進去 因為有很多傳聞 又說游泳 你會見到海裡有人游上來 為何走到上來 發覺那個人是七孔流血 有很多傳聞 甚麼都齊 當年我這位朋友去游泳 而他縮營那次 他的家人是做一些 類似法科那些 他的家裡是那些神探 即是有些料到 對 因為他的父親是那些 類似道長 還是不知甚麼的人物 妙祝那類的東西 他就是精通術素 當年來講 我這位朋友 他的身上會抬著一個很奇怪的玉 那個玉上是一個 類似泰杰圈八卦那樣的東西 是他爸爸給他的 平時他不喜歡戴 但那次他縮營 他不知為何會戴著 他為何會戴著 因為他爸爸跟他說 他算到他不知多少歲 有個劫 所以一直叫他駝住 去保住他 而他今次去縮營的時候 他爸爸跟他說 他算到他人生的身關死劫 是這幾天出現的 所以他堅持 你一定要戴著這顆玉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離身 我不管你游泳、洗澡 搞甚麼都好 你一定要戴著他 不可以脫 我們有男有女 他爸爸也是一個聰明人 年輕人 去縮營 他怕我們會出事 總之他千叮萬燭 千萬不要脫 這顆玉 然後他便戴著 然後便去游泳 那時候他很聰明 因為我們不是晚上去游泳 他已經是日頭游了 因為他爸爸跟他說得明白 今年的水險很厲害 會犯水險 所以玩水特別要小心一點 最好就不要游泳 但如果游泳就不會太出 他記得他爸爸說甚麼 但他不太相信 因為當時 他是屬於新時代年輕人 你知道我們跳街舞的人 很多時候都 跳街舞? 是我的街舞朋友 是我的街舞朋友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從來都不相信 即使他家裏是做這件事 但他從來都不相信 他覺得他爸爸是吹水的 所以他不理 只不過為了安撫他爸爸 就照做這個原因 但那天他自己都覺得 心血內潮 好像有點怪怪的 所以他都掩著條線 才去游泳 他水性都挺厲害 因為當年他和我一起 去考過救生員 我也是你也考過救生員 因為我以前參加了杜海榮 我參加了杜海榮 這麼厲害? 我考過救生員 當然我考不到 你看我的款式我考不到 不是的 接著他水性很厲害 所以從來游泳 我們都不會擔心他 有一次我們鬥快游出浮台 游到浮台 游到浮台上游回岸 又有他最快游的 又有不見了他 接著發覺他原本是最前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去了我們後面 接著就開始求救了 你看到他那樣 但好像喊不出聲 接著發覺他向下沉 哇 我們一群人都學過請溜 雖然我考不到救生員 但我都學過請溜 我一群人就立即衝過去 去拯救他 那拯救他的期間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 游靈開始 歡迎回來最後一節的游靈開始 還有阿Kent 和我的拍檔 哥倫繼續分享這個請溜的故事 是的 我們一群幾個朋友 一齊立即衝過去游 游到浮台的時候 我怕他們仍在掙扎 因為我們學請溜 有一個習慣 就是如果那個人在掙扎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埋去的 是等到他掙扎到武力開始沉的時候 我們先繞到他背後 後面鎖起兩隻手 然後拖他回去 因為怕救不到他之餘 還會傷害到你 假如你也這樣沉 所以我們從頭到頭都不打算 立即從他的旁邊圍住他 看看他什麼時候沒有力 原來我們又發現他已經沒有力了 已經向下沉 我們就立即衝過去 我和我兩個朋友 一邊一人就繞了一隻手 就不斷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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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埋岸的時候 他已經半昏迷 救醒他 救醒他的時候 就摸一摸他的腳 他的腳就有些海草 當然有些海草勾著他的腳 但那個地方比較深 應該理論上 即是海草是在底部 不應該有海草撬到他的腳 我們覺得很奇怪 拖開海草 他一隻腳有海草 另一隻腳沒有 但是拖開海草的時候 無論有海草的腳也好 沒有海草的腳也好 他兩隻腳都有手指狠 而且他的手指狠很深色 捏到他的腳是沒有血色的 很明顯是被人握住他的腳 他醒來後問他發生甚麼事 他說原本是在我們前面游的 他突然好像被人在下面捉著腳 一下子就扯到下面 然後他沉到底部 我們就不知道 見不到他 我們就游過了他 我們已經游過了他 因為他被人扯到底部 嘩 好誇張 然後他掙扎地走上來的時候 他初頭以為是水草擊到他 但是他掙扎的時候 他發覺他不是一隻腳被人抓 他是兩隻雙腳一起被人抓住 就這樣拖下去 嘩 好誇張 然後他突然在那一剎那 他突然感覺到他胸口 即是他扮著扮著 他發覺他的肉在前面仰仰仰仰仰仰 突然他發覺他不知道是他那種 浸到開始傻傻的 還是暈暈的意思 他就發覺那頭肉好像有些 發光 這麼像蘇馬布鴻的劇情 要進化的時候 緊急的時候 那一剎那那一剎那肉發光的時候 那隻手就鬆鬆 他就立刻向上爬 就浮到上面喊救命的那一剎那 就讓我們看到了 所以我們就一群人 就第一時間衝過去 就剃他走 剃他回來之後 我真的得而出 他兩隻腳真的有很大的手指 很厲害 很深色 即是我們如果普通人的捏 都會捏不到這麼大的鐵金 即是這麼狠 即是你親身都經歷過很多這些類似的 因為有很多時候你說的那些鬼故都是 我身邊的人 我朋友 所以我從小到大很喜歡聽鬼故 喜歡說鬼故 就是因為我身邊有太多這些 這些的個案 在我圍繞著我身邊發生 跟著 他就說起他的舊肉 發光的 他就立刻說 他就說他就要動了 他就跌了在旁邊 他就在那裡 他真的厲害 在那裡 那一頭說完 在我們眾目睽睽 我們都曾經四、五個年輕人 一起看著他手掌心的那種肉 啪 立刻斷了 立刻斷了兩邊 不過他擋了那一腳 然後他就回去跟他父親說 這塊肉已經發揮了他應該的作用 你收回去 我會處理的 然後他就再製作另一塊白色的肉 那一顆是觀音 還是佛祖的肉 就給他堂 現在你普通就托著這個 你喜歡就戴不喜歡就不戴 就好像那些什麼 說是虎眼還是什麼東西 黑耀石還是什麼 說是有隻眼在裡面 如果擋了災之後 眼就會不見了 類似這樣的說法 總之就是 你不要理 總之 我們現場看就真的 原本就好好的 他拿上手的時候 我們在說完那句話之後 啪 在我們面前就這樣啪 就分開了 嘩 我們那時候都很震驚 舊魚那麼厲害 如果不是發生在你身上 我就會覺得 講故而已 但如果你說你親眼看見 我們四、五年輕人在一起看著 舊魚救回我 他趕著趕著就啪 我們整天就呆了 所以老人家常常都說 什麼欺山物欺水 牧欺水 這個其實都是 幾什麼 因為 好像我自己親身有個朋友 其實是朋友的朋友 我每一次 我們每年的夏天 都會玩水上電單車 都會去那些戶玩的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 很再三強調 就是你跟我玩都可以 你一定要穿舊生衣 其實一開始都不知為何 他一定要我們穿舊生衣 原來在那時候幾年前 我想現在數到大概十年前 其實大家如果住在玩區都知道 在Lake Berisa 很流行玩水上電單車 他說他有個朋友 整班就去了玩水上電單車 他有一個朋友就很厲害游水 全部都有穿舊生衣 就唯獨是他發生事故的朋友 那天沒有穿舊生衣 他說到就是很滴滴在目 尤其是他那時候的女朋友很滴滴在目 因為那個發生事故的事主是男士 他就說是看著他們在水上玩 突然之間那個男生好像感覺到 有些東西扯他下去的時候 然後之後最恐怖的先就是 他的女朋友看到他的男朋友在沉下去 他救不到他 他的男朋友好像是嘗試去捉他的腳 但是都救他不到 是眼白白看著他沉下去 當時我們每個人都22歲 我記得是我大學畢業那一年 22、23歲 那一刻整班都是這個年紀很憤怒 立即報警、立即去罵 但那時候好像已經是三、四點左右 當然有人去罵 找不到 然後找不到 那一晚很多朋友的心情很沉重 去到第二天 罵了一條屍 證實就過了身 是很不幸的 那時候夏天 他爸爸 他的兒子 我自己也見過那位朋友 雖然我跟他不熟 但我都認識這個人 很記得那時候是六月份 我才跟他一起去參加我朋友的畢業典禮 然後七月或八月份就發生這件事 他爸爸媽媽想馬上到美國去見他的兒子 香港剛好就打十普風救 然後他的飛行禁止了 有很多剛好遇上剛剛 這件事雖然發生在… 當然雖然發生在我身上 但… 是一個很沉重 所以想在這裏呼籲大家 就算你們是多厲害 游泳也好 好像剛剛那些不同的故事 剛剛那些故事也有說 就是欺山莫欺水 注意安全 就算這個是不是關靈意事 都要記住 注意安全 我見到我前面的朋友 就在握手指 那麼沉重的話題 都不好意思 如果你們有什麼經歷 故事有趣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你也可以留言一下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